欢迎回来 最后他为了解救大家族 远嫁海外的故事 两出作品都非常精彩 魏涵敏和黄雨霖同台演出 更有传承的意味 金曲演于魏涵敏金战权是《红楼梦》中 明示一盆火按理一把刀的王熙凤 如何吃醋将丈夫偷取的游二姐 骗进荣伯府 然后使记让她吞金自尽 闹了半天啊 原来都是自己的人啊 任凭他们无情 咱们可不能无异 你奶奶有这份量 把这街的狐狸来住 在这一开始呢 就把这个最大的 最主要的一个主题点出来之后呢 王熙凤在往后的 后面几场的演出呢 他所有的表演呢 就可以让观众好好的来欣赏 他如何在跟每一个人 不同的这个面貌 还有跟每一个人不同的嘴脸 表演当中呢 能够看到王熙凤的这个个性的一个诠释 国宫剧团年度大戏《红楼梦》中人 除了经典代表作《王熙凤》外 还推出新作品《探春》 探春在王熙凤生病时代理管家 但却饱受亲生母亲的百般刁难 《红楼梦》里有两句话形容他 才自精明至自高 生于末世云偏消 《红楼梦》 我的未来的这种 观众能见度的这种 扑光的这种培育里面 要让观众看到台湾 一代一代新的演员 逐渐在成熟成长当中 所以我们用新的这种 大型制作跟原创剧目 来向观众印证 她的这种 具造诣的这种能力 逐渐提升 以及她演人物演角色 这种心理刻画的部分 其中魏海敏跟新秀黄雨林 在大观园中的对手戏 更是具有传承的意味 是三位姑娘 我病毒时 心里搞不退你了 这大观园 可真是面目一新啊 魏海敏的王熙凤 和黄雨林的探春 两代明觉演绎的新编金剧 让人看见不一样的 红楼梦中人 我病毒时 感谢观看